小时候是四岁开始学琴的 然后刚开始学琴的时候 是跟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一样的 被父母逼得比较多 因为恋琴真的很辛苦 我小时候又很调皮 不喜欢练琴 后来慢慢地开始喜欢上钢琴 08年我考上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我觉得非常的幸运 这个也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当时我记得是年龄最小的中国的大学生 后来我攻读了研究生 以及欧洲音乐最高的艺术家文凭 音乐是一个特别直接人心的东西 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沟通 我觉得古典音乐也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刻板 与高不刻板 其实音乐是展现一个人内心的性格 是发挥你无限的想象力 就像你读到一首特别美的诗 是诠释你对生命的关系 以及生活的经验 然后把这种感觉或者说是感情 放到音乐里面 与大家去分享和交流 肖邦这首大波兰钢琴协奏曲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曲子 首先我是觉得肖邦的音乐当中 包含着民族的感情 还有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当我很小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The Pianist 钢琴家这部电影 就被他的故事情节 以及音乐深深的感动 我觉得这首曲子 运行了非常丰富的艺术内涵 是非常有诗意的 富有戏剧型的色彩 肖邦的音乐我认为 是对人性内心的一种诠释 我觉得我作为华文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 希望能够与大家分享这种 为祖国感动与骄傲的音乐精神 本身做艺术就是一个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音乐的要求本身就很高 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个阶梯 爬完了一个阶梯 又有新的一个更高的阶梯 当然对我来说 这也是苦衷有乐的 从艺术这个角度来说 你不断地去攀登艺术的巅峰 给自己更多的挑战 我觉得是这样的 只有足够的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 所做的音乐 你有这样的一个动力 作为一个基础 不断地努力 坚持完成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unny Lee I will come to Kadogeko 27th of May 帮你一些最棒的 classic pieces and the Chopin Grand Polonaise Piano Concerto The Haunting Chamber Orchestra See you there The Haunting Chamber Orchest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